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民师宇宙啦 如果正在看这集的你 或者你想到有一些朋友呢 他有容易疲倦啊,容易累 又容易受伤,这个也痛哪里痛 甚至拿一杯咖啡就腰闪到 第三,觉得自己特别衰老 脸特别衰老,身材特别容易下垂 这时候呢,就要怀疑 是不是有肌少症的可能啦 那关于肌少症,你要知道三件事 第一啊,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啊 第二,如果我有肌少症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去预防 或者是怎么样去治疗 我要做些什么呢 第三,那我应该怎么做 实际上有哪一些运动啊 或哪一些饮食可以推荐我 那我们现在讲第一题啦 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啊 事实上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可能可以看到肌少症的人啦 你把你的头呢,往左边看 往右边看,前面看,后面看 然后再照一下镜子中的自己 这五个人中,起码有一个人 或四个人中有一个人 就有肌少症的可能性 而肌少症的人容易有什么表现呢 他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它来自于力量的下降 就是身体会比较无力啦 那这个无力要怎么定义呢 是男性小于27公斤的握力 那女性小于16公斤 因为握力呢 基本上它可以代表说 我们全身的一些基础的力量的指标 它是有一些相关性的 所以说像那个雷虹那边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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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认为他能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啊 虽然说这个是以握力计 来计算几公斤 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 如果你很长的时间啊 你拳头握会觉得握不紧 会觉得无力感的 或者是你握着的时候呢 背握的手指也会觉得松松的握不紧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要去做进一步的握力检测了 另外呢,我会再分享一个表格 这个是SAR-C cuff 亚洲呢在诊断 肌少症时常用的一些量表 中间还有加上小腿围 所以说小腿如果太细 其实要怀疑有肌少症 那第二步呢 当你怀疑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现代的仪器啊 去量 比如说健身房或运动中心 可能都有一些比较高贵的一些体重剂 它可以量出你的体脂跟肌肉量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数据来当参考 如果它小于这个值的话呢 要怀疑说你是不是有肌少症 这就是真的你肌肉量 已经确定有下降了嘛 而这也要特别提醒 我们讲的是肌肉量哦 肌肉量少 我们想到都是瘦子 干巴巴的人 事实上 胖子 如果他脂肪很多 感了圆圆滚滚的 他有没有可能肌少 可能的 你把肥肉剃掉之后 他还是个瘦子 那第三呢 真的是运动表现啦 会出现一些体能下降 比如说你爬楼梯会费力 或者是你椅子作战起来 走一段的距离 会觉得特别的费力 那排除掉一些结构性因素 比如说你受伤啊 神经痛 没让他做到之外 也怀疑你是不是有肌少症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人 可能是肌少症的可能族群啊 除了阴法族之外 你只要是都市人啊 酒座啊这些 可能年轻人就有 我们人就有很多 可能三十几岁 就已经肌少症了 包括我太太之前也这样 不过他现在已经枯木逢春啦 那没肌肉的话 有什么样的危险 事实上他除了容易累 然后受伤不容易好之外呢 对阴法族来讲 有些家里的长辈 特别重要 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死因 怎么说呢 肌少症的阴法族 特别容易跌倒 受伤不容易好 容易卧床 卧床的话呢 你身体的修复机能 就会容易下降 吸入性肺炎的比例增加 在医院里面 甚至国内外呢 造成死亡率上升的比例 比比皆是 会加重你原本的一些慢性病 也就是说 容易跌倒不是跌死的 而是说跌倒了以后 你原本的一些慢性病 可能就加重很难调量 让你很死亡 所以说 增加肌力对于阴法族 家里长辈啦 都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啊 你也知道说肌肉很重要了 那阿明是 我要练哪一块肌肉 我要练腹肌 臀肌 腿肌 还是要练我的胸肌呢 才能够预防我的肌扫症呢 我们呢 不是从部位来看 阿明师会推荐你 你要加强你的红白肌 尤其是白肌 我们的肌肉 不管每一个部位 其实都有分成 两种以上的肌纤维 什么是红肌 白肌呢 初分理解 叫做快肌跟慢肌 什么叫做慢肌 你在网路上查的那个红肌 或者是第一型的肌纤维 其实就是偏成慢肌 它主管呢 是做牛做马 你变得牛的那种 比较耐重持久力的这种肌纤维 所以举凡说 你的瑜伽啦 慢跑啦 需要很持久的那种运动 其实都需要红肌 白肌呢 它是属于马那种爆发力的 只要是需要爆发力啊 速度力量啊 这种其实都是需要白肌 你在网路上看到的快肌 或者是第二型的肌纤维 其实都是类似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就用快肌慢肌来讲 所以呢 以肌扫症来讲 你最容易流失的是快肌还是慢肌 大家可以三秒钟猜一下 其实是快肌最容易流失 你想想看嘛 你现在生活情况下 你有多少时间有速度于激情啊 除了看电影之外 你平常都是慢慢的慢慢做 然后稳定 拿的东西也不会到大重量 除非你是有在固定重训的人 不然的话 其实你重训啊 主抗类的运动是做的少的 那你用劲废退 白肌它就流失比较多 所以大多数老年人 其实他流失的呢 是肌肉里面的白肌会比较多 那反过来讲 我们要去逆转这个过程 我们也要去加入训练白肌 增加主抗的重量训练 再加到我们生活中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平常就有运动习惯 您是瑜伽老师啊 您本来就有在打太极拳 就在慢跑 那非常好 但是呢 如果在肌肉量上的话 我会认为你偏重于 红肌慢肌这样的训练 是比较用心的 那我会建议你要加一些比例 是在重量阻抗这些白肌的训练上 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觉得老年人要训练白肌 白肌需要阻抗 需要重量训练 所以老年人需要重训 天啊 这重训不是很容易受伤又很累 我练完可能要休息个好几个礼拜 那我整个运动不就白费了 而且还可能受伤要看医生 而且又要大重量训练 天啊 我怎么敢开始呢 现在阿民思呢 就要破除这个迷思 首先 大重量训练 不累 而且反而安全哦 什么叫大重量 大家第一个想的可能是这个画面吧 哇 这个是举起一台卡车的重量吧 但事实上 大重量是因人而异的 它的定义呢 是指 我们每个人 奋力可以举起的最大重量 至少80%以上 甚至有的资料是写85% 这就要大重量 哇 天啊 还最大 奋力一级的80% 那我练完那一个礼拜不就买单了吗 事实上不是的 那会不会压垮 我原本就已经肌肉很少 骨质疏松那些关节 还有我受伤的地方啦 如果你真的有受伤的话 的确是需要结构方面的治疗 我们可以搭配的做 事实上 重训会不会受伤的关键 我认为不在重量大跟小 而在于长程还是短程 什么叫长程短程呢 原则上就是你举的这个重量 你行经的这个路径长短 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变句句 你有没有想变句句 如果你没有 你只是想要身体健康 不管年轻的老人都一样 那其实你可以选择短程的 长程呢 比蹲矩为例 一个很大的重量它是举起来 从蹲着要站起来 你看它的杠 行经的路径是比较长的 那它需要施力的肌纤维 所耗的能 它是比较多的 所以通常目标就是肌肥大 它你要变句句 所以说你要下的苦工就比较多 当然 它需要条件就会严苛 受伤的风险会高一些 但如果你跟博恩一样 你怕练太壮 只想身体健康 那你用短程就好了 通常呢 你的杠的移动的距离 是大概5公分 甚至大概20公分左右 等于是拿起来放下 让你的身体有刺激到 你的骨骼肌肉 就有起到帮助了 这就叫短程的一个重量训练 可是你会想 我短程的重量训练 那我练什么啊 这不是很简单吗 是 因为它很简单 又要达到训练量时 它就用到更大的重量 如果一个人他长程呢 就可以举到100公斤 短程 他可能就需要加到更多 180或200以上的公斤 以他的状态不等 你要用更大的重量 短程的时候达到足够的刺激 才会去刺激到你的骨骼 肌肉 还去生长 另外 这种大重量 那短程的训练 还有第二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征召更多的肌肉单位 什么叫肌肉单位 比如说 我们以为我们在用我们的 公二头肌的时候 就是我公二头肌都在使用 事实上 你公二头肌里面 有可能只有10%到20%在使用而已 因为 它并不需要用到这么多嘛 你在整个动作链中呢 也好像也只有用到几组肌肉 很多肌肉根本没用到 那平常遇到危机的时候 就容易代偿 而大重量 它会征召 你必须要 角齐非常多完整的肌肉的单位 还有不同组的肌肉 才能够撑到这个重量时 它会帮助你 可以更好控制你的身体单位 当你平常可以操控的肌肉单位越多 日常生活中 你就越不容易受伤 而且越不容易疲累 那接下来 还有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离心跟向心的收缩 通常你的教练或物理治疗师呢 会告诉你 肌肉有分成离心 向心 等长 这是什么 我大致解释一下 假设我的手机有50公斤 我呢 在举起它的时候呢 我整个过程中 肌肉的长度都没有什么变 那就等长嘛 那如果我要举起它的时候呢 我把它举靠近我 肌肉其实是越来越短的 因为我的手机 其实离我越来越近 越来越短 这就是叫做向心 因为肌肉变短了 就叫向心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放下来 肌肉慢慢在撑着力量的时候变长 这叫离心 而离心呢 其实是在肌肥大 或者是在刺激大生长时 最有效率的那一段 所以如果说你又怕受伤 你可以 请教练帮你做离心的那一段 特别加强 也可以 所以我们总结几个重点 要有足够的重量 短程 离心 这是一个CP值非常高的运动处方 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之上呢 就可以训练到我的白肌啊 爆发力预防极少症 但是其实想 我生命中又没有什么危机啊 需要爆发力 事实上 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我们光是呢 不小心跌倒 要维持平衡 那种瞬间的过程 它是需要白肌来帮你稳定的 如果白肌不足的人 其实他能不能平衡 他没办法反应过来时 无法保护自己 就会产生进一步的一些外伤 如果白肌低的话 也会对你的精神体力啊 还有你的一些精神集中注意力 会有影响 增加白肌 对于你的疲劳衰老 容易痊痛受伤 其实有很明显的帮助的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你是影法族 或者是觉得你的身心状态 已经像影法族了 那你很需要的是一些大重量的训练 来训练你的白肌 大重量避免受伤的方式呢 是你可以选择短程的 但重量已经足够 你可以选择做离心的 要请教练能帮你加强离心 运动那一个方面 具体来说可以有什么建议呢 我个人啊 跟我太太 是在练一个叫枯木逢春的运动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其实全来各地都有 它这个运动并不是大家很well known 但是它是一个我认为很有效 而且安全的 做完快速而有效 而且不累 重点是不累 而且不受伤 我要受伤就完蛋了 天啊 所以我蛮安心的 就跟大家讲 首先要克服的 其实是对大重量的这种迷思跟误解 克服的你去做 我相信会收到很大的效果 总之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你需要更大的重量 来让自己自由 我们就下回见啦 拜拜 没关系 我们就下回见啦 那我们下回见啦 有什么关系的 先进步 我们下回见吧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